意大利杯AC米兰4比0拉奇奥的背后 藏有多少显为人知的秘密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AC米兰今天左路铁三角表现得都很好 甚至连左中卫队长都爆了一张鲁伊体验卡 抛开进球不看 101917有两次漂亮的船窃配合很亮眼 迪亚斯活了 后面两个球全是他侧动 而且传球到进球几乎都是同样的方式 只不过是莱奥和特奥 希望迪亚斯向赛季出 这样接下来的比赛能继续咬紧果米 米兰又完美复活了 要知道还是缺冰少将的情况下 绝对有可能冠军 现在球队全靠一口气啊 米兰练的是内加功夫 莱奥一直都是这只米兰的上限 啥时候能稳定有今天的发挥 AC米兰才能在欧冠赛场拥有竞争力 我一直说莱奥、迪亚斯、雷比奇不错 某些人一直说他们不行 不过去年的托纳利却是我年走远了 去年是真不咋样 接下来对阵果米 自从本赛季欧冠被淘汰后 就希望米兰有更多机会 多和准强队过招打磨队伍 多踢一场是一场 这样成长得才快 这赛季的主线就是米兰得比了 无论是联赛还是杯赛 米兰双雄都是直接竞争对手 如今双方在意大利杯半决赛 狭路相逢 可以说是一场心仇加就恨的对决 期待双方为球迷奉献一场高水平的对决 今天左路真的牛 对国米那场莱奥特奥都没发挥出来 希望AC米兰一场一场去拼就好了 封献两位老妖 中场迪亚兹状态恢复 托纳利和本斯都在线 左边特奥莱奥 莱奥有点波动 还有雷比奇 右边卡拉稳定 梅西也有起色 中卫虽是短板 但卡如如逐渐练出来了 再加上麦尼昂超神起来 等于1.5个门将 现在的AC米兰 已经不是缺冰少将 那个时间断了 就看后续是否持续发力 等着莫莉和克爹再出山 即便争贯落后果米 但AC米兰已不是十年间 默默无闻的二流子了 莱奥现在是肉眼可见的天赋 米兰未来的风险就靠他扛大棋了 而且本次晋级 我们还能观察一下拉齐奥的状态 毫无疑问拉齐奥这个赛季有点拉胯 反观AC米兰的吉鲁 他目前应该是后英扎吉时代最好的9号了 凯西上一场的表现真是让我想起巴德利 希望这场不要再隐身了 希望AC米兰接下来续约小罗马吧 克亚尔毕竟年纪大了 再买个中后卫 怎么也没续约小罗马核算 迪亚斯是总发起者 不可忽视他的作用 他不迷恋盘带 想自己解决问题 多助攻的话 也是可以是个合格前腰的 吉鲁本赛季的状态保持很不错 还记得上一场对阵国米的比赛 有一个球有没有犯规其实不重要 常看一甲的球迷都知道 一甲的裁判尺度 其实是相对严一点的 很多身体对抗都会吹 但是在强强对战 特别是有可能决定冠军归属的比赛里 裁判有意识地放宽了尺度 这样只要全场尺度统一 那么即使有误判争议也会小一点 对裁判更不会太过讨伐 而AC米兰对裁判的尺度把握得更好一些 尽量多用身体对抗和手上动作 动作大甚至有些伤人动作 都因为尺度大而被放过了 国际米兰相对过于文明 犯规基本都是脚下犯规 没有身体对抗和手上动作 在这种比赛里就会比较吃亏 看完全场比赛和赛后技术统计 国米犯规居然比AC米兰还高 但是国米球员数次伤到需要对一进场救治 甚至还有人阴伤下场 而AC米兰这边 唯一的疑似对一进场救治 还是AC米兰球员自己人相撞受伤 同体来说AC米兰更会利用裁判尺度 踢得更聪明 国米第一回合就吃过身体对抗的亏 这次居然没有吸取教训 也是自作自受 迪亚斯被按在地上了几次 难道是其他场次的镜头 这一场裁判吹哨尺度大体是一致的 出牌的尺度对米兰很一些 看上半场小罗马吃牌前后两边的动作 你就明白了 当时我感觉裁判是警告米兰队员小心点 其实比赛前有文章就在说 为保留一甲冠军的悬念 保持可看性 国米可能会吃亏 但这个犯规离境球还有很多过程 被追平 到反杀 其实还国米心态有点问题了 输了就输了 结果几定 后面一场场的要打 对此 大家怎么看